美中之间的核心竞争 恒大的一部分在科技 然而如今扩展到金融的战场上 那宏达科技的这一个攻防当中 台湾的角色跟半导体的角色事实上很重 以昨天联电法说来讲 事实上它的结果是超过市场的预期的 那以台积电现在的处境来讲 就连今天商务部长雷蒙多都说 美国实在太依赖台湾了 这真的有地缘政治风险 我想联电的表现 接下来几季还会再给各位投资人 更多的一个超出表现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呢 我们几年前 其实我们才去有独家专访了联电 去谈说他们放弃了去追赶台积电 在先进制程上面的一个做法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当时其实联电就讲到说 他们的折旧太高 所以要把这个折旧的钱省下来 回去把它变成股息 发还给股东 按照我们当时在计算 其实在今年开始 联电的折旧就会开始逐渐的下滑 所以这一次法说会的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EPS 虽然营收只有上涨十几个percent 但是它前面 今年前两季的EPS已经到了1.83了 相较于去年只有0.74 其实是翻倍还不止的成绩 再加上它其实 今年还要再调高它的售价 所以联电今年预期应该有3.6以上 是有可能的 如果这样的话 台积电其实现在是29倍左右的价格 联电只有大概15倍左右 各位可以去想 现在在全世界在缺成熟制成的时候 联电是全世界成熟制成的龙头 联电应该要给它几倍的本益比 另外一个部分是台积电 台积电这一次的扩厂的计划 也是非常全面性的 包含了在美国日本跟欧洲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是过去台积电都在讲 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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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扩厂就是要在台湾 但是从今年开始 这个台积电的国际化 已经是这个一波接着一波 从年初开始 台积电宣布三年内 要投资1000亿美金 相当于台币3兆在全世界扩厂 那我们现在来盘点 其实台积电在台湾 宝山2奈米 美国亚利桑那 中国南京 日本现在这一次也说了 这个非常密集的在谈 甚至松口说 欧洲也正在认真的考虑 这是全面的开展 它的这个扩厂计划 而且是全球化 一次全部都做 那为什么要这样 我想是个非常值得 大家去关注的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国际的竞争 已经加速了 就在这个27号 没有几天之前 Intel这个新的CEO 就宣布了新策略 业界普遍认为 这是对台积电的 一个宣战 为什么 以前我们看Intel 大概14奈米到10奈米 它花6年时间才做 这一次宣布竟然说 它每年都要推出新技术 而且预计在2024年 要赶上台积电 在2奈米这边 要同一年推出 而且过去大家觉得 Intel做这个Foundry 是喊喊 这次他就宣布了客户的名单 他说Amazon跟高通 要下我的代工的订单 有客户了 所以过去Intel 是用财务长来当CEO 这一次是换真的 懂工程的人来做 所以公司一波接一波 大家可以看 这个就是Intel的制程 每一年都有新的推进 然后其实必须要佩服 张忠谋 台积电的创办人 其实他的这个预言 一菜的应验 那他今年 他2019年的时候 就讲地缘政治了 到今年我们的感受 是越来越深 为什么 今年张忠谋又再讲了两次 他第一个题目是讲 珍惜台湾半导体 晶圆制造的优势 那个时候我们想说 台积电不是全世界 这个晶圆制造的龙头吗 可是他的话里面 透露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忧虑的部分 其实就看到 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各国 其实推出来越来越多的 一个补助 而且在APEC的 这个非正式领袖闭门会议 他又再讲了一次 他说如果各国 在花数千亿美元 用补贴的方式 来做这个 这个半导体的 自己的制造 其实最后结果不会好 意思就是说 其实半导体的供应链 很有可能要从自由贸易 要走向这个保护主义 那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那我们就去盘点 今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从美国 6月28号 推出了这个美国的 创新与竞争法 他要编一兆 四千五百亿台币的预算 五年来这个 帮助美国加速在 半导体的生产跟研究 德国说支持半导体的经费 要从五十亿欧元 提高到一百亿欧元 欧盟其实说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 要投入一千四百五十亿欧元 在微电子的领域 而且日本两千亿欧元 大家都要花大钱 就希望要掌握半导体技术 这是一个国际级的战争 我觉得投资人要注意 就是说其实现在台积电 跟联电走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路 台积电就是要发挥 它龙头的特性 它现在大力的扩厂 短时间内它的资本支出会比较高 但是长期它要取得 在跟各国合作的机会 以及充分的产能 以及维持技术的领先 我们台积电 唯有维持这三个支柱 才能够继续维持 我们台湾在半导体上面的地位